台北車站的站長跟他們的團長都有特別出來跟我們說 在這個禮拜一過後會有相關的討論是如何使用空間 但當時我也告訴他們 其實目前為止台北車站沒有任何一條規定是不可以在黑白格行李而坐 因為防疫我們可以理解我們可以配合 所以請大家注意我們要遵照我們陳時中先生說的戴著口罩保持一公尺 如果你沒有口罩的話老師安全去 來我們往黑白格走 要馬上馬上馬上 空間懷人民 自由懷疑公 空間懷人民 自由懷疑公 我講很多的公文他根本就不敢透過暗示 雖然有這麼多的媒體 大家可以看到昨天的播送 其實警察或是台鐵人員都不能宣導我們要遵守所謂的防疫規定 可是今天一到市場看的是 在這個黑白格的室中 站了一整排台鐵的工作人員跟所謂的警察 但是外面的旁邊 工人靈靈殘省人都在地板上 這是一個多麼荒謬的畫面 黑白格沒有坐人 難道就真的打到防疫了嗎 防疫根本的關鍵是 我們知不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我們有沒有戴口罩 而不是黑白格不能使用 同時要再呼籲 從2012年開始 台北車站不斷的想要借機把 使用這個黑白格的 尤其是外傑老公虛感 在這次請不要借的防疫 現在毫民氣可用 現在任何我們要防疫 就把外傭把從黑白格推移 台北車站公共空間 沒有所謂的開放問題 下禮拜以後 台鐵會召集相關單位 緊急專家寫著 包括國際聯盟 勞工團體等等 會來沿逆台北車站 的一個開放辦法 沿逆出開放辦法 只要一有結果 台鐵一定會馬上來 跟社會大眾報告 以上 請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全聚 目前還是在防疫期間 從今年的2月29號開始 下午三點 台北車站展演大廳 為了符合中央流行疫情 CDC指揮中心的規定 來禁止這邊全聚集力而做 最主要就是保護大家的安全 大家的健康 這邊先聲明的是 針對防疫 對於公共空間的相關 它的管理 或是相關的 防灌的這些作為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反對過 我們接下來這邊要反對 其實是在 可能因為跟著開災節 所有媒體在採訪台北車站 說對於開災節 現在你們要怎麼安排 當時他們說了一句 就是說 我們在沿逆 要永久的 禁止在黑白隔 起立而坐 是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我們認為 把台北車站的問題 集中在外勞該去哪裡 外勞應不應該坐在裡面 黑白隔 到底是不是外勞聚會的地方 這個問題基本上是失焦了 我們要問的是 台北車站 作為一個公共空間 作為一個乘客 應該可以使用的空間 為什麼 那麼的商業化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台灣人 我不管我什麼原因 我要使用台北車站 我可以使用黑白隔嗎 不好意思 你要去借 依照你不同的團體 公益團體可能最便宜是四萬 如果你是私人團體呢 最高你辦的是一般的活動 要到五十萬 這個是我們原本的乘車空間 我們本來在台北上改建之前 這邊做了非常多座椅 這邊本來是我們的乘客 坐在那邊等車吃我們所謂的台鐵便當 或是跟朋友見面約的地方 後來沒有座椅之後 這塊已經被輸出出去 你要使用的是四到五十萬的錢 而相關的回廊 也就是騎流底下的 不同的地方 每次的依照大小 每次的使用的金額是五千塊 而且看哪大小有不同的分別 我們想要請教台鐵的是 當你在製作媒體採訪的時候 你的說法是說 台北車站本來就沒有提供 其地而坐的服務 所以我們有在研尼要永久的進行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敢告訴媒體記者說 如果你要使用也可以 但是你把錢拿出來就好了 而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台鐵從不回應這些東西 他提的都是外寮距離在車站 可能會有問題 甚至很多鄉民 當這事情出來之後 開始在網路上不斷地去講 外寮做愛台北車站有愛觀瞻 台北車站是搭車的地方 那為什麼一個搭車的地方 現在會變成像百貨公司一樣 我們可以暫時這個地方 可以給我們休息跟機會 因為我們其實很少 不可能會跑到二樓那邊 買一點東西這樣 可以做到一點位置給我們做 我們都會坐在下面 在海白桿那邊做 我們看護工工廠都需水很少 基本薪資而已 看護工也沒有到基本薪資 我們只有需要一個地方 而且我們休息的時間要很短 我們跟朋友的分手約會這裡很方便 對我們來說 北車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地方 為什麼一共總是變年化 而且本地的人要需要坐在這個 還擺在這裡 因為我們也是總是被做為一個理由 為什麼住給什麼 我們可以付簽的 可以在這邊使用這個公共地方 我們因為我們沒有付簽嗎 希望北車可以重新思考 而且在病毒過後繼續開放 他不可能在一個這麼短 放假可能是通常只有8到12小時的時間 不是一個24小時 很多工人是早上8點 早班下班 他放假了 他晚上8點 他可能要真的上班 所以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他們只有選擇在一個交通方便 而且旁邊有衍生出非常多 跟他們生活所需的印尼店 會館的地方 簡羅法的地方 這些走禮拜天 會講印尼語才有開門的地方 在一個這麼壓縮的時間 把這些事情所有都做完 台灣在喜歡外交工程 1992年到現在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還看不到外勞需要公共會這個問題 我們還在討論 他是一個社會問題 可是我們卻不看到 他會對台灣的貢獻 從林佳龍的不同三次的發言 其實我想非常清楚的看到 車站如何使用 他從來從來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重點是誰可以使用 誰不能使用 誰有錢使用 誰的聲音大 舉論支持他 他就可以使用 以這樣子的所謂高級化 四身化的方式 想要塑造一個高級油品味的空間 這個是在二殺城市的生命 這個是在殺死城市 各位不要以為說 二樓現在好像有很多 這個餐廳很熱鬧 但是曾經在另外一個城市 叫台中 他也曾經市中心是一個非常繁華的 然後經過整個全世界的這個經濟的一個變化 整個都市中心沒落 整個空間完全是變鬼城的蕭條 是常常有的事 而這當中的關鍵就在於 空間不能被高級化為 只有少數人能夠在裡面消費的 這個是絕對的定理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希望我們的台北車站 我們的廣場 我們的商圈 還是能夠維護 維持他的活力 還是能夠維持他的社會的多元性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讓這樣子的空間的高級化 不能讓這樣一個空間的被壟斷 以及被戒嚴的情況繼續發生 今天台鐵如果把黑白區的公共空間收回 下一步會不會就是收回 我們這邊無家者席地而睡的空間 在2017年 在2018年 都曾經忽然的貼上公告 限期的要驅離無家者的這些家當 衛福部也因為兩多月的審查 他們已經開始委託台北市 台灣大學社工系去研理一部 所謂的遊民福利人權法 其實相關的機關都已經在找解方 所以我們呼籲台鐵 你必須要盡力的配合 不要動不動就用這種驅離的方式